欢迎大家收看科技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澳大利亚反垄断监管机构 对三笔大型交易被阻止后的担忧提出反驳 日本显示器和HKC中旨在中国有机发光 二级管显示器工厂的合作谈判日经 索尼加倍投入虚拟制作业务利用其硬件实力 赌局转基因文字能否终结疾病 中国贸易委员会要求美国慎重考虑技术投资禁令 等等 请大家收看 澳大利亚反垄断监管机构 对三笔大型交易被阻止后的担忧提出反驳 路透社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 否认了其在过去一年中阻止三笔重大交易后 变得不愿意达成交易的指责 该监管机构否决了电信公司 Telstra与TPG Telecom之间的数据共享协议 澳新银行对一家较小竞争对手的收购 以及Transurban对墨尔本一条道路的购买 ACCC主席吉纳卡斯·戈利布表示 这些交易被否决是巧合 并且绝大多数合并仍然获得批准 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 由布鲁克菲尔德领导的财团 对Origin Energy的154亿澳元收购邀约的裁决 日本显示器和HKC中旨在中国有机发光 二极管显示器工厂的合作谈判 日经路透社 日本显示器和中国的滑控股份有限公司 已经结束了关于在中国建设 有机液晶面板工厂的讨论 这些讨论始于4月 旨在利用日本显示器的 ElepOLED技术建设显示器制造工厂 并在2025年开始大规模生产 然而双方未能就滑控股份 因支付给日本显示器的技术许可费达成一致 而且这些讨论很可能受到中国经济 放缓和滑控股份最近撤回 其首次公开募股的影响 索尼加倍投入虚拟制作业务 利用其硬件实力 路透社 索尼集团正在加大对虚拟制作业务的关注 该业务正在经历市场超越增长 该公司为电影制片商和广播公司 提供虚拟制作设施 利用LED面板显示图像 并将其整合到拍摄场景中 这项技术具有更逼真的反射 和更强的演员沉浸感等优势 索尼在硬件方面的实力 以及其电影制作专业知识和好莱坞的关系 使其在虚拟制作市场上具有优势 该公司的虚拟制作业务 每年增长约35% 快于整体市场 索尼计划推出更好的面板和摄像机 并提供体积捕捉和其他服务选项 赌局 转基因蚊子能否终结疾病 纽约时报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们 正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进行一个项目 目的是通过基因改造蚊子 使其无法再传播瘧疾 他们的想法是 引入一小群基因改造蚊子与野生蚊子交配 以使传播瘧疾的物种的每个成员 对该疾病免疫 该团队已经成功地在实验室中改造了蚊子 使其能够阻止寄生虫 科学家们相信 他们可以利用基因驱动的过程 即一种遗传特征 迅速在整个种群中传播 使该物种的所有后代都携带这种特征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项目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进行公众教育 以宣传基因改造的好处并试图消除恐惧 但该计划需要政府批准才能继续进行基因干预的部分 并且像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一样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尚未制定使用基因改造生物的法律框架 制定这样一项法律的立法工作 在国民议会中停滞不前 中国贸易委员会要求美国慎重考虑技术投资禁令 路透社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正式要求美国重新考虑 限制美国对中国科技行业投资的规定 此前 美国总统乔拜登上个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禁止或限制对设计半导体 微电子 量子信息技术和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的中国实体的投资 该委员会认为 该命令设定了模糊而广泛的限制 没有区分军事和民用目的 可能导致交易风险 合规成本和对全球产业链的损害 美国金融公司也要求对拟议规定提供更明确的解释 称其过于模糊 并将合规责任推给投资者 这些规定预计将于明年实施 顶级金融监管机构寻求全球对对冲基金借贷进行限制 金融时报 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正在对传统银行以外的债务进行审查 以应对对冲基金和私人资本等非银行机构 带来的不断上升的风险 FSB旨在限制对冲基金的借贷 并增加透明度 以减轻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威胁 此次审查是对最近的危机的回应 包括疫情爆发初期的债券市场崩盘 这些危机都受到非银行机构杠杆的加剧影响 FSB计划于明年公布关于监测和限制非银行机构杠杆的建议 并可能提出一些措施 如增加对某些类型证券的借贷抵押要求 此次审查将由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和欧洲央行共同主持 英国农村土地面临被企业绿色洗白而变成森林的风险 金融时报 英国农业部长马克·斯丁塞警告称 英格兰的农田面临被大型企业购买用于种树和其他碳抵消计划的风险 斯丁塞表示 英国需要谨慎允许过多的土地用于这种方式 称之为绿色洗白 他举了翘牌和英国航空公司作为潜在购买英格兰所有土地以抵消碳排放的例子 随着企业寻求实现净林排放目标 农田越来越受到追捧 用于重建野生环境 种树和其他环境倡议 自由派外来者将在斯洛伐克选举中挑战反乌克兰政治家 金融时报 斯洛伐克将于周六举行提前选举 反乌克兰的前总理罗伯特·菲克竞选重返权力 菲克的政党斯曼与自由进步斯洛伐克党Progressive Slovakia领导的自由派党派争夺第一名 塞麦克警告称 菲克将与匈牙利领导人维克托·奥尔班结盟 这可能对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产生重大影响 选举活动充满毒性 政治家们互相辱骂并发生肢体冲突 斯洛伐克的政治分裂意味着选举后可能会出现复杂的谈判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在创始人涉税丑闻后 抛售了对Vista的股权 金融时报 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GIC在私募股权公司 维斯塔股权合伙公司创始人罗伯特·史密斯 卷入税务丑闻后出售了其在该公司基金中的股权 GIC以折价的方式出售了其3亿美元的持股 导致其投资亏损 英国最大的慈善捐赠者和机构投资者 威康信托基金也在丑闻后撤资了维斯塔的基金 维斯塔正在努力筹集200亿美元的首个旗舰收购基金 以弥补丑闻带来的影响 它必须在10月前达到目标 否则将不得不向投资者申请延期 英国遗产税与国际上的比较 金融时报 唐宁街的助手们一直在考虑减少甚至取消遗产税的可能性 以在明年的大选前获得选民的支持 然而 这项税收只由英国极少数人支付 事实上 不到4%的遗产将需要缴纳遗产税 英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遗产税免税额 仅次于意大利和美国 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 奥地利 加拿大 以色列和瑞典都没有遗产税 英国也是仅有的三个对逝者的遗产征税的国家之一 而其他国家则对受赠人征税 英国的税率为40%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高 实际上 平均有效税率要低得多 只有13% 批评者认为 这项税收不公平 武断且过于复杂 高达40%的统一税率鼓励逃税 如何使ECS更加美味 金融时报 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正在考虑 对个人储蓄账户EC进行改革 以增加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财政部正在与金融行业机构进行磋商 探讨如何使EC更具吸引力 并对如何鼓励更多人储蓄和培养储蓄习惯的想法 持开放态度 一些提议包括增加税收津贴 允许在EC中持有更广泛的投资 并将EC重新定位为免税账户 以使所有人更明显地看到其好处 政府需要找到不需要大量投资的受众喜欢的措施 因为税收削减的空间有限 英国推动更多的了解人工智能的内部运作 以评估风险 金融时报 英国政府正在与OpenAI和谷歌的Deepmind等公司进行谈判 以获取其人工智能模型的内部运作方式 对于获取权限的要求 是因为英国准备主办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的全球峰会 然而 这些公司对于分享更多模型细节表示犹豫 担心涉及专有信息和网络攻击 英国政府希望在峰会之前与这些公司达成协议 届时将汇集世界领导人 人工智能公司 学者和公民社会代表 共同讨论人工智能的风险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社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新闻动态 首先 澳大利亚反垄断监管机构否认了其在过去一年中阻止三笔重大交易后变得不愿意达成交易的指责 这些交易被否决是巧合 并且绝大多数合并仍然获得批准 这显示了澳大利亚对市场竞争的坚持 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在亚洲 日本显示器和中国的华控股份有限公司 结束了在中国建设有机液晶面板工厂的讨论 这可能受到中国经济放缓和划控股份最近撤回其首次公开募股的影响 这再次提醒我们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对商业决策产生了影响 在科技领域 索尼集团加大对虚拟制作业务的关注 该业务正在经历市场超越增长 索尼凭借其硬件实力 电影制作专业知识和好莱坞的关系 在虚拟制作市场上具有优势 这也是一个关于技术如何改变娱乐产业的有趣的例子 至于科学界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们正在通过基因改造文字来终结瘧疾的传播 他们的研究充满了希望和挑战 但如果成功将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影响 在国际贸易领域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要求美国重新考虑 限制对中国科技行业投资的规定 这是中美贸易战后的一次重要动态 也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在金融领域 金融稳定委员会正在对传统银行以外的债务进行审查 以应对对冲基金和私人资本等非银行机构带来的风险 这再次提醒我们 金融稳定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在英国国内 农田被大型企业购买用于种树和其他探抵消计划的风险引起了关注 英国政府和民众需要谨慎考虑如何平衡环境保护和农业发展的关系 此外 斯洛伐克将举行提前选举 政治局势紧张 这再次提醒我们 民主政治需要各方的合作和理性 最后 英国财政大臣正在考虑对个人储蓄账户进行改革 以增加其吸引力 这是一个关于如何鼓励公众储蓄和投资的重要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留言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